在很快很快的未來裡頭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虛擬分身 虛擬替身 而這個虛擬替身呢 當你戴上頭罩的時候呢 光彎旋旋可以靠你的聲音 來control 來控制自己的表情 我看過了這個頭髮人家這部電影的朋友們都知道 未來的世界裡頭 你的虛擬世界肯定會在你很重要的一部分 當各位覺得未來離我們很遙遠的時候 其實我們悄悄悄悄悄地已經在未來的自己的路上 今天的主題叫仙劍 那我覺得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好奇說 一個好萊塢的一個特效公司 來談仙劍好像比較奇怪 大家只要記得我們做了一件比較大的創局 是我們毀滅的世界毀滅九次 大家想到什麼2012對不對 後天的這個世界末日都是我們做的 我們特別喜歡毀滅世界 電影就到此為止 聊什麼技術呢 就是虛擬人跟虛擬現實的結合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簡單的一個神秘嘉賓的視頻 來邀請一下我們華人的天后 一位過世二十幾年的人跟大家做了問候 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真的好久好久不見了 非常想念大家 希望接下來所演講的內容 您都能夠喜歡 謝謝 我們是在2012年的年底開始 復活了鄧麗君小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視頻 這個視頻是周杰倫他在2013年的演唱會 他當時就是有一個神秘嘉賓的一個環節 他就邀請了鄧麗君小姐上場 當時鄧麗君小姐上場的時候 大家覺得哇 這個是用過去畫面做的 其實這不是過去畫面 大家知道我們怎麼做的嗎 這個起源就是在2008年 這部電影叫做《返老還童》 是我們十年前做的 布莱德·彼特一出生的時候 他是個90歲的老人對不對 然後身體特別小 然後他越活越年輕 越活越年輕 然後最後變一個小寶寶 各位有沒有懷疑過一件事情 他一個180幾公分的人 為什麼他90歲的時候身體這麼小呢 我跟大家講答案好不好 今天給大家公告一下 答案就是其實 Brad Peet他只演他正常的那一段 剩下的Brad Peet都是我們做出來的 他根本沒有演 當時呢 只要各位 任何一位來到我們LA的studio 我只要掃描你三個小時 我可以讓你說你從來沒有說過的話 讓你做你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這還是我們十年前的技術 這個是什麼 Thanos對不對 滅霸 那滅霸這個基本上呢 這是我們最大一個突破 就各位以前看到的所有虛擬人呢 他都是要用後期製作的 而滅霸是我們史上第一個 虛擬角色呢 是用遊戲引擎來操控的 各位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以往你要用後期去製作的東西 我用實時操控系統 就是這個演員叫Jeff Boring 他在演的時候那一刻 在導演的這個顯示儀上面 他已經是Thanos了 這個剛才講的就是 我們影視界的這個虛擬人的1.0嘛 那當你要進入2.0的時候 像剛才講的 當你Thanos已經可以用遊戲引擎來操控的時候 你下一步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個簡單的東西哦 在我左邊這位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鄧麗君小姐 我右邊這位是在美國很出名 已經過世20多年的這個饒舌歌手叫Tupac 這兩位都是我們在2012年復活的 也取得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成就 那下一步是什麼 那請大家看一下這位 隆重推薦給大家的一個不存在的藝人 這個演員呢 你不用擔心他會不會變老 他也不用減肥 對不對 男生的話想要6塊機我送他6塊機 8塊機給他8塊機對不對 他還有一件事 所有在座可能很少人是做這個影視產業的 可是如果你是個經濟公司的老闆 你會愛死這個想法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他永遠不會背叛你 他不會一紅就離開你 而且他可以講什麼講英文 講中文講韓語講日文 能說能唱能跳 重點是什麼 他今天可以在北京上海香港辦演唱會的 同時可以拍電影拍廣告拍什麼東西 這會是一個演藝界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大家覺得說 這個說而已給大家看一個小小的視頻 嗨大家好我是STAR 我想跟大家說這個不是一個錄影來的 那為了要讓大家覺得這個是真實的 那我不要跟他互動 稍微跳一下 對 來做舞蹈嗎 所以基本上這樣就可以操控一個虛擬人了 他想當代言人嗎 要不要介紹一下 既然想要當代言人 我當然就是有備而來 他是極致輕盈 真的有做功課 短交光學 一機多用 另外呢還有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輕 小於150公克 功課做得還不錯 能正式成為 目前在全球VR史上第一個虛擬代言人 我們現在思考的是下一步是什麼 像我們公司做了很多的這個VR 虛擬現實 VR有個很大很大問題是什麼 VR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你只要戴上VR之後 你就跟外界封閉住了 任何世界上的任何一個發明 任何一個科技 當你不能社交的時候 你基本已經死掉了 VR怎麼能社交呢 大家看到了 當我如果戴上頭罩之後 我沒有辦法去表現我自己啊 因為我整個臉都被一個頭罩給蓋住了嘛 對不對 當我把我臉蓋住的時候 就算我有剛才我們的技術 比如說我有個單一攝像頭 我可以操控我自己的臉 可是你那個攝像頭要放哪裡呢 沒有辦法放嘛 所以我們公司 在過去的一個一年多裡頭 我們累積到一個非常神奇的辦法 不要再靠camera了 不要再靠單一攝像頭 我們靠什麼 靠聲音 今天我們的技術 給大家看到另外一個視頻了 在我們北美的團隊的努力之下 我們掌握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技巧 是如何透過你的聲音 來控制虛擬人 而這個虛擬人可以因為你的聲音 而產生到一個喜怒哀樂不同的表情 這完完全全是人工智能裡頭 機器自我學習 深層學習的一個新的階段 大家看一下這視頻 他看到用聲音直接同步轉自己去 一些人喜歡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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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概念是什麼 在很快很快的未來裡頭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虛擬分身 虛擬替身 而這個虛擬替身呢 當你戴上頭罩的時候呢 當你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裡頭的時候呢 它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是 它完完全全可以靠你的聲音 來control來控制你自己的一個表情 它其實會顛覆所有未來的社交的 就像我剛才開頭講的 有看過這個頭話玩家 這部電影的朋友們都知道 未來的世界裡頭 你的虛擬世界 肯定會在你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定是這樣子的 那當你有一個自己的虛擬替身的時候 接下來要靠的是什麼 就靠的是我們公司的幾個板塊 把所有東西打通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我們這個VR頭罩 頭罩非常重要 就是說現在頭罩都比較笨重 也不要頭會混 但是越來越好了 現在的這個日新月異的技術呢 技術是越來越好了 那我們現在這款頭罩呢 已經是只有三個積在來的重量而已 第二個呢 就是大量的片庫 特效片庫 各位想想看 數字王國在26年來 我們做了320多部電影 從各位最早看到的 比如說《泰坦尼克號》 《第五元素》《真實謊言》 《哈利波特》 《紫環王》對不對 《變形金剛》 都是我們做的 包括像柱爾濟工人 試想一下 我們擁有這麼大的虛擬片庫 因為從90年代末開始 所有電影的這個場景都已經不是用道具的 都是用虛擬道具 當我們把這些虛擬場景 結合我們的頭罩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每一個人 都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虛擬替身 女生可能會希望自己變更漂亮 男生可能希望是一個 完全不同的一個動物 第四樣 就是我們最後等了一個東風 那這個東風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千判萬判 它要來了 就是5G 當這四個連在一塊的時候 大家試想一下 變成是未來呢 未來世界很簡單 我們以往的 所有的社交的場景 所有社交的APP 都是三個文字圖片視頻 但萬一就是像剛才我講的 全部都實現了 完完全全每一個人 都可以在一個虛擬世界裡頭 它會怎麼改變你的未來呢 第一個 你以後再也不用去看這個現場的MBA了 對不對 戴上頭罩 你可以直接看直播的體育賽事 你可以呢 不用再去擠的去買門票 你可以去看現場的體驗 跟你最好的朋友們 去看一場音樂的盛宴 同時間 不管是旅遊好 還是電影好 試想一下以後你們看電影 不再是在一個小小的屏幕上去看那個 豬肉記公園那個門打開 然後音樂響起來 而是你就在那個吉普車上面 你自己就在那個吉普車上面跟你的家人 左邊是那一扇很重的門打開的門 右邊看的是霸王龍在裡面出現 而最後一個是什麼 就是遊戲 未來的遊戲不可能讓你用鼠標的 未來遊戲不會可能讓你用手機在那邊畫來畫去 未來的遊戲肯定你在遊戲裡面 跟電影一樣 《頭話人家》的設置是2045年 我們現在才2019年而已 馬上已經2020年了 整整差了25年 在這個電影的這個前提條件 在25年前我們技術已經成熟了 當各位覺得未來離我們很遙遠的時候 其實我們悄悄悄悄的已經在未來的這條路上面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